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七亿洲的罢课 抗议魁北克省政府提高省外学生和国际学生的学费 艺术与科学协会联合会运动协调员莉·夏雷特说 学生们希望以大学的法律挑战为基础 以可见和发声的方式 为未来的学生争取权益 夏雷特说 基本上我们试图制造尽可能多的声音 获得尽可能多的媒体关注和尽可能多的学生交谈 确保人们意识到这一点 并将政府发出一个信息 即学生们已经准备好 就算赌上学期教育的风险 也要确保这个问题现在得到解决 今年2月 麦杰尔大学和康考迪亚大学分别对政府提高学费提出了法律挑战 韦北克省政府对这两所一与大学实施的学费上涨承诺将把省外学生的学费提高30% 从每年9000加元提高到至少12000加元 国际学生现在必须支付2万元的基本费率 政府收取3000元的费用 学费上涨将于24至25学年开始实施 1月末 一万多名学生为了反对学费上涨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罢课 预计这次的罢课人数将超过2万人 夏雷特说 我们看到学生组织这些事情的能力有所提高 这正是我们想做的 他希望学生们能联系当地的民选官员 表达他们的意见 麦杰尔大学的一些学生组织也将加入罢工 RSUS财务副总裁弗莱德·阿泽雷多说 我们注意到麦杰尔大学对活动的支持比上次多得多 阿泽雷多说 在上次罢课期间 学校的一些学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冷漠 他的社团希望这次能鼓励更多的学生采取行动 这太短视了 人们忘记了12年前有一些非常成功的抗议 降低了学费 完全停止了计划中的学费上涨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势头 我们可以制造一个足够大的罢课 使麦杰尔和康考迪亚大学完全瘫痪一两个星期 那么他们就会听取我们的意见 加航又要有麻烦了 737 MAX的副驾驶加拿大航空公司飞行员工会主席 胡理说 我们的美国同航驾驶同样的飞机 同样的空域 同样的航线 赚的钱是我们的两倍 甚至更多 这是不合理的 在过去的7个月里 41岁的胡理一直在与加航的谈判桌上 反复强调这一信息 他代表加航近5300名飞行员 要求与美国同航平等 10年前加拿大航空公司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 飞行员工资几乎相等 如今美国人的收入是他们的两倍 加拿大飞行员的薪资范围大约是新入职的4万元 经验丰富的机长则超过20万元 在2023年准点率在北美10家主要航空公司中 加拿大航空排名倒数第一 而且砍掉了加拿大西部的航线 加航在23年实现利润22.8亿元 调整后净收入17.1亿元 为此加拿大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 Michael获得了260万元的奖金 胡里证实加拿大航空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 与美国传统航空公司的高管相当 胡里是一名航空公司飞行员 原本采访定在卡尔加里 但他无法从他住的萨斯卡通直飞 如果不经过多伦多火温哥华 我就不能乘坐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机 从萨斯卡通飞往卡尔加里 或者从里加纳飞往卡尔加里 结果最后改为网上采访 在合同谈判中 他的目标是确保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因他们所做的工作而得到适当的重视 就是这么简单 他的工会的谈话要点是 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在911事件后大幅减薪 以帮助拯救航空公司 让加拿大人继续飞行 其他传统飞行员团体 已经弥补了这些牺牲 但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却没有 如果不能提供公平的薪酬 这家航空公司将面临大规模的人才流失 他说 我们的飞行员中有10% 也就是大约500名飞行员 已经与一家美国移民公司联系 以获得E2B签证 然后去美国工作 他解释说 加拿大飞行员不会自动获得美国绿卡资格 但跨境势头正在加快 因为飞行员现在可以在没有工作机会的情况下 申请美国签证 显然 A计划是在谈判桌上达成的 但如果加拿大航空公司不公平竞争 乌里的B计划是什么 他说 我们致力于在谈判桌上谈判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调解中取得任何进展 我们必须行使我们在加拿大劳动法下的权利 采取进一步行动 我们将这样做 乌里解释说 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但我们会迈出那一步 因为我们需要得到适当的价值体现 他的目标是回去继续开飞机 但他首先有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让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达到与美国同航相同的水平 加拿大拥有最多代售豪宅的城市 不是温哥华和多伦多 而是BC省的城市Delta三角洲 目前该市售价超过100万元的房屋 市场占比高达80% 这是加拿大70座大城市中高端住宅最集中的地方 据Point2 Homes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 BC省的三角洲高达80.5%的房屋挂牌价格在100万元以上 超过了温哥华和多伦多 报告也显示温哥华的100万元以上住宅份额位居第二为70.5% 尽管如此 该市仍以近13%的比例在超豪华住宅 价格超过400万元的房屋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在安省和BC省的豪华生活区 15个主要城市拥有超过50%的房屋 售价至少100万元 包括奥克菲尔 列治文 纽马克和万景市 除BC省和安省之外 魁省满地克22%和亚省卡尔加里18%的住宅售价至少为100万元 加拿大近四分之一的代售房产价格至少为100万元 全国平均房价远高于70万元 Point2这份报告以100万元作为最低价格 调查了全国70个最大城市的挂牌房产数量 沿着奢华的阶梯 分析师们研究了价值400万元住宅的集中度 以了解加拿大最富有的人大多数都住在哪些地区 安省和BC省有15个大城市 其中50%至80.5%的代售房屋价格 至少为100万元 其中就安省冰顿市及BC的宿里 大约一半的挂牌价格至少为100万元 安省列治文山和BC省列治文市 各自约63%的活跃房源 以100万元或以上的价格挂牌 同样 在奥克维尔超过69%的代售房屋价格 在100万元以上 事实上这两省大多数城市的基准价格 一样让人感到震惊 平均价格从安省的为比的100万0400元 到附近的列治文山的140万4200元不等 BC省的三角州拥有加拿大市场上售价100万元或以上的房屋比例最高 对于一个与全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温哥华并肩竞争来说 这个数字令人感到震惊 三角州80%以上的代售房产售价都超过100万 温哥华物价依然昂贵 该市超过40%的代售房屋售价超过100万元 相比该市房屋平均基准价格为124万7700元 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尽管高利率可能会让不那么富裕的买家感到不安 但去年这里的豪华房地产市场一直保持稳定 今天本拿比的Parkland炼油厂表示 经过彻底的检查后将于3月10日周日开始重启炼油厂 该公司称在对设备进行彻底检查 清洁和日常维护之后 我们将开始使机器和设备安全上线 该公司表示重启过程将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 在此期间燃烧会加剧 并且可能会产生气味噪音和烟雾 该公司将打开主股荒机来加热系统来开始该过程 这是让一切达到合适温度的重要步骤 炼油厂称 在整个重启过程中 它一直在与监管机构和利益相关者合作 并补充说额外的第三方空气监测已经到位 这补充了已经到位的措施 以及大温哥华地区强大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这些都是全天候监控的 1月21日本拿比消防局表示 当天早上在炼油厂发生了一起工业事故 该公司所在地区传出了浓烈的恶臭气味 大温都汇局当时发出空气质速警告 成熟到超过100个臭气投诉 该公司当时表示经历了路线堵塞 在经历了一场反常的寒冷天气后 工作人员试图重启启动该炼油厂 这导致了排放物的意外释放 部分该地区散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BC省草原领皇家骑警正在请求公众 帮助寻找一宗抢劫案的嫌疑人 此人从一辆汽车中偷走了车主亲人的骨灰 和各种其他物品 警方请求公众帮助取回这些物品 草原领皇家骑警周五发布新闻稿 称周四上午9点30分左右 警方接到报警称 一辆停在123街附近的福来车街 一户住宅车道上的车辆遭到抢劫 嫌犯偷走了车主亲人的骨灰 邮件 衣服 香水和水瓶 警方称 嫌犯是一名身着耐克运动夹克和黑色紧身裤的女性 皇家骑警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警方敦促嫌疑人归还所有物品 尤其是骨灰 因为它们具有很高的情感价值 警方还在社区媒体推特上分享了嫌疑人的监视图像 在照片中 这名女嫌疑人背对着镜头 警方呼吁任何执行者致电604-463-6251 与加拿大皇家骑警联系 并提供档案号码2024-4403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闻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